在科特山上运行的红色物质2开启的动态分辨率情况下 有些场景渲量分辨率从固定的1226x1440可以提高到3322x3519 同时开发者用4K分辨率的纹理贴图去取代了原有科特上的1K分辨率纹理 而这4K分辨率的纹理也正是PSVR2和PCVR版本所使用的 同时开发者还为科特山版红色物质2新加了动态阴影 且这个动态阴影有5x5级别的PCF阴影过滤来呈现更柔和的阴影效果 以及对渲染场景里的画面做8倍的各项同性过滤使锐度进一步加强 这就是为什么海外那些提前体验科特山的博主都纷纷夸战加强版的红色偶尸2 已经让他们感觉自己在玩PSVR2或者PCVR版本 他们试完时可以直接按手柄上的键来切换科特2和科特山的版本 所以对比下来差距会非常时光 关于XR2 Gen2全新处理器GPU性能的提升 Meta的工程师表示 之前他们都会劝诫游戏开发者只能使用前向渲染 但是现在到了科特山 他们鼓励开发者去尝试探索延迟渲染在VR一体机上的可行性 有趣的是在科特山的宣传口径里 这个GPU性能提升只说了两倍 然后高通这边发布的时候说的是2.5倍 结果Meta的技术主管在Connect分配场主讲视频里说的是2.6倍 这种差异是怎么来的呢 那我们接下来咱们就仔细说一说 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复地 我是老朋友宅老师 关于XR2 Gen2的大致数据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GPU是2.5倍的提升 CPU则是33% 更多的我就不赘述了 总之这个处理器不仅是科特山 也是未来Pico或者其他安卓VR一体机都是只有这么一个选择 但是高通没有说具体的制程和核心规格 我这边查到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XR2 Gen2的GPU是跟8 Gen2一致的Adrenal 740 出处来源是Snapdragon Studio工程师在Connect大会关于性能主题分享里给到的 他同时还提到了一大堆纯硬件层面的GPU各项数据的提升 利用这些GPU性能特性 Meta在Connect大会第二天的直播里给出了更为具体的性能数值比较 假如一个游戏以GPU492MHz频率和CPU2.05GHz频率运行 GPU和CPU性能分别是之前的2.1倍和1.44倍 同理中度使用GPU55MHz频率和CPU1.9GHz频率得到的比值是 CPU2的2.3倍和1.34倍 重度使用GPU599MHz频率和1.6GHz频率 性能则是上一代处理器的2.6倍和1.16倍 大家还记得CPU2GPU Level 3级到5级的频率是多少吗 分别是490MHz 525MHz和587MHz 也就是说跟CPU相近的GPU频率下 CPU3每档性能提升是至少2.1倍 而不是只有2.1倍 不过启用混合线实模式 CPU的频率会下降14% GPU会下降17% 因为有额外的传感器和摄像头所带来的性能负载 其中如果你MR应用使用到了深度数据API 可用的GPU频率还会继续下降 取决于你的MR应用的设计情况 这个下降区间会扩大到20%到40% 当然比起CPU2 即便有这样多余的负担 GPU依然是提升巨大的 所以这个很大概率是结构观的深度传感器的功耗是相当大 同时也会大大降低客户上的续航 就目前看下来最大的悬念是 XR2 Gen2版的Argeno T40频率 是不是最高也有手机版的680MHz 以及CPU从XR2 Gen1的8核改成6核之后 它具体是什么样组成的架构 客户的CPU是一个2.80GHz 三个2.12GHz 四个1.8GHz 系统会占用5个核心 给到开发者手里实际只有3个 实际玩各种VR游戏时 主频基本在1.8GHz 只有在载入游戏的间隙会跳到2.4GHz 而Quest 3的CPU确定是6核 系统占有3个核心 开发者可使用的依然还是3个核心 但这6个核分别是哪几个就不知道了 最大的可能是从8G2这边减缺了2个2.8GHz 总而言之对比GPU的进步 CPU性能官方公告里只有33%的提升 还是挤牙高挤的有些过分了 而GPU的部分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是 开发者如何实际利用性能预算来对图形画质表现做出改变 Meta的技术总管以一个非常简单的单通道前向渲染管线做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Quest 2的时候蓝色部分的主渲染通道就占据了全部可用GPU运算 而Quest 3只占了一半不到 因此开发者可以在主通道之前添加一个预通道 这个阶段开发者便能做一些阴影贴图这类跟深度数据有关的图形效果 而XR2 Gen2也是专门在预通道使用上做的优化 然后剩下的一大半预算开发者可以通通拿过来做后处理特效 后处理特效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PC或者手游设置里 那些各种各样可以关闭或者开启的画面效果 比如阴影、灰光、黄金光遮蔽之类的 就拿Bloom灰光来说 大家往手游时候那些技能有没有开启所带来的画质区别是巨大的 不仅仅是技能 应该说游戏场景里跟光亮有关的元素都会因为Bloom的效果而显得夺目 实际上骁龙8剑图还专门为此在硬件层面添加了个后处理加速器 但我们不确定XR2 Gen2的Ageno 740是否也有保留这个部分 反而就是后处理相当于游戏画面的美颜 而这也正是VR1体系之前的游戏让人觉得没有抛光的主要原因 正是因为根本没有多余的GPU运算来做后处理 再加上游戏开发者现在可以提升渲染分泌率和文理贴图质量 以及调用更复杂的着色器处理PBR材质 那就会让XR3的游戏画质有着不小的进步 当然这也是要看游戏开发团队的能力 以及本身游戏题材的潜力 比如行主轴圣图与罪人在客户上的加强版就是完全去除了雾 放开了场景的渲染绘质距离 NPC有了动态阴影 部分场景细节更丰富 并对整体画面做了调色 据说上时同频数量也会对比客户图增加 但是总体上没有红色物质2的增强来的经验 主要是材质纹理斑驳 它的做就感让人觉得差了点意思 对于轻量级的VR绘画应用VMILLION 最直观就直接把画布分辨率从1024x1024提高到2048x2048 而这个画布分辨率在其他PCVR平台和PSVR平台是一样的 并没有高于客户3 那么多的游戏呢 我们以META自家的吃鸡游戏为例 POPLATION ONE从G1440x1584渲染分辨率提高到了2064x2268 也就是说完全等同于客户3的显示屏分辨率 帧率也提高到了90赫兹 你要是跟我一样 经常在图图上拉高渲染分辨率玩游戏 就能知道拉高渲染分辨率同时还提高帧率 对VR一机的硬件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而且最后他们还添加了16倍的各项同性过滤来提高文理的锐度 考虑到1440x1584一直都是客户2游戏的及格渲染分辨率 这也意味着理论上其他的游戏也应该可以跟POPLATION ONE一样 稳定在客户3以2064x2268的渲染分辨率运行 当时META还是非常保守的把客户3默认渲染分辨率放在了1680x1760 相当于是跟随显示屏的分辨率的30%像素来提升做更进 如果这也问题不大对于那些没有快步跟进提升的游戏 我们可以手动修改渲染分辨率来体验 最后顺便提一下XR2渐图优化支持3Kx3K显示分辨率 不代表这个3Kx3K等同于游戏渲染分辨率 几年前XR2建议发布时也说最大支持3Kx3K呢 有个屁用 包括XR2渐图那个透视颜值说只有12毫秒 跟有R1处理器的Version Pro一样低 但这个12毫秒你不说多少的帧率多少的分辨率 有什么实际意义啊 这就让我想起Pico是显示屏分辨率2160x2160 但是因为还是XR2建议处理器 游戏基本上渲染分辨率只有1504x1504 各种这边虽然一样 但至少允许你自由修改渲染分辨率 而Pico4你的实际体验就只有1504x1504 而不是2160x2160 我就看看Pico什么时候能够想通这一点 给大家开放ADB指引权限 总之进入硬件性能最高体现 是来自于游戏和应用开发者能够发挥多少 并给到你什么样的体验 而不是单纯的去看纸面仓属 而现在的老游戏基于Kx3性能所做的快速更新 只是一个开始 可能很多部分需要大量重做才能凸显出差距 而那些甘利上的新游戏 开始转用Valcon 用上PBI才是着色 才是真正能够发挥全部的性能潜力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承受 是陪着VR承受的 Levi账族圈 任联系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投币总关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